手游酷玩 现在就怕我突然从哪个脊脚冲出来个人 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确实是需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游戏爬墙极致出来之后呢 很多人都喜欢手术袋术 觉得他会习惯让你爬到上去 就爬到这个墙上 然后他去点你啊 这样的话就比较难受了 那我现在也是看他了 然后他也是跟我对点 但他之前肯定是跟别人打架了 因为他的血量肯定不是满的 然后跟别人打架之后 打过那个人之后 没想到我突然宠了下来 然后异想直接给他带走了 果然面前还有一个箱子 那刚才我听到那两个小不成就他俩了 我现在看起这个治疗卡 给自己恢复一波血量 手里拿了一把手炮 这个手炮你别说啊 这个近距离还是比较好用的 虽然说远距离的作用呢 基本上为连 然后这波我先捡一波空头 但发现空头里啥都没有啊 不要闹心 现在呢也是稍微小心一点四周 但是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由于这个游戏的空头啊 他会将这个 就是空头的位置在地图上显示出来 所以说很多人都会去追寻这个空头 这样的问题就处于 哎等会儿这怎么有人打我 我打了我后几枪追我打残了 我有点难受 先立一个墙 立完墙之后开启一个治疗塔 给自己恢复一波血量 这个人明显是要找我对比 然后一顿点 然后估计 哎 你刚才那么生猛 然后点了我两下之后就不敢点我了 什么情况兄弟 你这人好像也不是特别高猛 你好像在那儿怂啊 那无所谓啊 我们捡一本装备 可以准备走了 现在呢也是继续 再一次看到一个空头 然后我也是将这个空头里的东西全捡了 但是在我面前 这个术后有一个人 我有点东西 好像不是在术后 是在那个石头 大家看到了吗 那个石头附近有个人 因为他在术后 我肯定就直接拿枪去跟他堆点了 因为他肯定点不过我 我点出他两枪之后 他撤了回去 那我也得撤回来 手炮在这种距离 其实已经是没有什么太大作用了 我就选择 等一会吧 不要着急 其实应该把手炮和了 换成这个磁武比较好 我现在为什么不按除去 我给大家先来分析一下我的局势 首先他有石头作为这个障碍物 但是呢 我有这个空头 现在作为障碍物 所以说从障碍物上来讲 我俩是差不太多的 然后他手里 我有一把狙击枪 我手里是一个重武器 加上一把步枪 其实这个时候 如果说我身上 因为我身上是带有一个治疗塔 加上一个步枪的这个 辅助的 所以说我应该是冲上去跟他打架 我为什么不去 原因是因为 我没有魔法呢 我这个魔法 由于之前一直没遇到什么人 然后也没有去 比较仔细的捡弓去 我跑到这 打死两个人之后 已经剩十七个人了 所以说我也没有在意 我原本现在大家肯定会遇到 所以说我也是没有着急 然后就导致呢 我把这个 就在没写的时候 就会用这个治疗塔去回写 回到现在呢 我身上所剩余的这个 补写的东西 也已经不多了 在对拼的过程当中 由于被他打了后几枪 所以说我的 一流宝和蹦弹 已经消耗的差不太多了 亲爱的问题就是 假如说我冲上去 虽然说可能会换掉 但是还是不稳 我现在也不想死 但是我估计 如果这么一直憋屈下去 肯定也是没了 果然这个人 直接给了我一枪 结果打残了 这个中午实在是太慢了 如果说这个中午是 喷饼的 我直接就冲上去了 但是可惜了 他是 死吧 后面后个人 那没有办法了 那本期视频呢 到这里啊 差不多就要结束了 亲爱的大家的游戏能源 是量子特工 如果您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顾玩 如果您不喜欢此游戏 请关注我们首顾玩的 下期视频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 让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本期观看